恒指迎来51年最大变更 我们应该有哪些期待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ldMarkets 盘后解析 GoldMarkets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今天是3月1号 星期一 我是Eric 2月份过去 澳洲各股的财报季也结束了 各家企业的财务基本面也都已经确定 接下来的走势 除了突发公告以外 主要就是看市场的整体情况了 因此我们的节目也会增加 全球股指大盘的一个变动情况 帮助各位跟踪 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走势 ASX200今天比较给力 上涨了116个点 而且上涨还比较坚定 盘中也几乎没有回调 最终收涨在了6790点 今天领涨的是ASB 在经历了上个月23号的大跌以后 连续几个交易日上涨 截止今天收盘收复了 暴跌期间的全部失地 今天上涨了8个百分点 价格是收涨在了2.56澳元 他们今天发布了公告 说是收到了美国海军的订单 价值接近3个亿澳元 虽然合约还没有最终确定 但是应该是比较稳了 另外还有个公告 就是说这家造船商 还在菲律宾交付了一艘快速渡船 下一张快速渡船的订单 预计在21财年的第三季度交付 虽然今天涨势不错 但这家公司的交易量并不是很大 远低于23号的抛售量 这可能也是市场的秉性吧 未必十分贪婪 但确实是容易恐惧 今天跌幅最高的几家公司 大部分是矿业板块 比如FMG下跌6个百分点 收跌在22.68 RMS下跌3.5% 目前价格在1.23 还有上周五有过大涨的SLR 回调了3.45个百分点 是收跌在了1.4 全球股指和期货方面 今天市场的整体情绪都比较振奋 在上周五的下挫之后 今天都迎来了上涨 目前纳指是上升到了13000点左右 倒指是31100点左右 标普500则是在3800点左右 A507货就比较狠 开盘跳涨之后一路下跌 把跳涨的空间又给全部吞回去了 目前在18300点左右 今天主要想说的是香港恒生指数 首先走势上面也是跳涨 目前在29300点左右 我主要想聊的是恒指即将迎来50年来最大的变动 上调成分股的数量 下调持股上限 移除最低上市时间的限制 保证一定数量的香港公司 调整悬股标准 来避免个别行业比重过大的问题 香港希望继续是世界金融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给恒生指数释放更大的一个上涨空间 如果我们希望 如果我们依然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 又害怕美方政策对中概股三番五次的恶性打压 那么作为目前大陆资本市场与世界资本市场最成熟的一个港口 香港的恒指是可以加入到各位的一个watch list里面的 相信随着新产业的爆发 会有更多的独角兽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 又到了一个月的开头了 澳洲央行RBA周二的时候将会公布新的货币政策 美联储周三将会发布黄皮书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四也将参加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研讨会 同一天OPEC家也会举行会议 周五的时候也会有美国的就业报告 在经历了上周的回调后 本周这些重要报告和政策方向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 Q1季度最后一段时间的市场情绪和走向 请各位进一步关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